年节气氛越来越浓 这家江浙馆子也是越近年节生意越好 曾经一个年节 狮子头就卖掉3000颗 而且每一颗都比男生的拳头还要大 摆在砂锅上非常的讨喜极力 就连走红两汉的大明星都曾经外带回家当年菜 但是二代接班之后却发现 平常的生意不像年节那么好 上门的客人年龄层也明显老化 做不出卖年轻人的菜 在大陆学中医拿到了执照的他 决定要帮自家管子调整体质 经过妙手改造果然回春 这是我们拳头大的狮子头 请慢用 蒸腾冒烟滚烫烫 狮子头一上桌大火远不住 拳脚相向 大概跟砂锅一样 拳头一样大了 视觉上看起来好大一个 对啊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狮子头 通常都是小小刻 狮子头名副其实失望派头 肚子也很有内涵 满腹高汤汁饱满 每一口都是爆浆肉感 太美味了 真的很好吃啊 我们其实常常在这边吃东西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过也不错的牛肉锅 可以跟那些 不过四口的锅是我最爱吃的人 一锅一锅洗气圆满 曾经一个过年 就卖掉3000颗狮子头 连走红两岸的偶像明星 都定来当年菜 因为这大个头不只是视觉噱头 要做到入口即化的话 一定要大颗 不然你吃起来就会像一般外面的丸子一样 很脆 但是它就没有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 这大丸子里有猪后腿瘦肉 还有白白亮亮肥油花 而且一定要够多够油 打转了狮子头才能够湿润滑口 所有的食品都要有一点点汁或是汤才会好吃 它才会有香味出来 不过个头一大就不容易定型塑形 幸好大自然里有天然的黏着剂 你可以帮忙碾踢踢 但其实是天然的接着剂 就像你黏土要做成东西一样 你还是要加点胶水 边压边摔拍出空气蓄胖 直到领体外外紧紧实实 在油锅里才能够一体成型 不会四分无散 下油锅空气一炸出来的话 整个都破掉了 就像暴雨的洞这样 用心拍拍过后下来油锅 果真圆滚滚成型 这些都是王家镇接班十年来的累积 在那之前他对厨房活完全不熟 最擅长的工作是坐在枕间里 妄为问切抓中药 针灸比较多 打报告 王家镇大学时期是在广东读中医系 一路念的博士也当了六年中医 但在台湾大陆学历不被认定 又不想远走他乡到美国星马行医 所以任命跟着老妈承接手艺学料理 就不想要做提心吊胆的 对啊 也是有遇过 学长帮其他病人处理 处理一些疑难杂症 然后最后还反而被告的状况 对啊 在台湾没当成中医师 却诊断出老妈的这家店 因为课程老化流失青春活力 毕竟传统的中式大菜 已经不是年轻世代的菜 像老一辈的很会吃鱼头 鱼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料理 大家可以把整个鱼头吃到 你完全看不到它是一个鱼头 但是年轻一辈的 他们可能只吃了旁边的汤底菜料 鱼头上面的肉吃完了 整颗鱼头还好好的在那边 对 因为他们吃不惯 也没有这样吃过 当时王家镇下的第一道药方 就是加入这些年 很受年轻人欢迎的热炒串辣 餐厅都一样啦 就像我说我们这间从头到尾 开了这么多年 如果每年都一样的菜的话 要是我去吃我也会觉得 这个吃过了 我们明年再来吃好了 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去开发新菜 像这道川味牛肉 就是红烧牛肉的进化版 辣椒酱火爆热炒 再加进卤到通透的红烧牛腱 在原有的菜色上加点调味变化 就变成桌桌必点的超牛腥菜 原以为老妈看了也会开心 没想到反而闹了好正脾气 反对的是成本太高 利润这么薄 你还要做我来干什么 对啊 都赚都不够吃了 做官江浙料理的老妈当然不习惯 因为相对久温久顿 耗时非公的江浙大菜 快锅热炒出菜快 单价相对低 但随着年轻人上门来客树 增加量大多销 营收获利也扁低成长 王家镇下的回群药房 慢慢看到成效 中间我不敢讲啦 但是我们的年轻的客人 是越来越多是真的 相对他们会很能接受说 我们的狮子头 我们的牛肉 手推热炒就成功 王家镇也开始对小菜做改造 像这道黄青泡菜推出不到一年 就从杀时间的电榜配角 变绿叶招牌 小菜只是要了一盘 就准备吃正菜了 所以就都还好 可是很多客人说 再给我两三盘 我说你菜要上 他说没关系你这个好吃 所以我们就觉得 工品非常的超乎运气 烟漬基底同样不是江州风味 豆腐乳 红萝卜 蒜泥 辣椒 打打成酱 口感润滑 嗆辣开胃 客人吃的酸醉纷纷指定外带 王家镇顺势开发半手礼市场 多元发展 有客人吃的他直接要订十斤 十斤是什么概念 这一盆就是十斤 当有人非常赞同你的时候 会有一点成就感 从广东的中医诊间 走进台湾的江浙厨房 妙手回圈的好功力 完全没有浪费 在自家的老管子里挥洒施展 流浪终于找到归属不再流浪 同时没有人吃的 就是为了 这尽管来到离开 人的老人 可能都是老人